為什麼會這樣呢? 我真是說一句不好意思 如果沒有聲音的話 就是我的錯 再說一次跟大家 大家早安不早晚安全日 歡迎來到神網第一線 希望現在有聲音 剛才沒有聲音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現在越來越多問題 有可能就是咪咪又有些事 希望大家可以幫忙 點贊、訂閱和分享 點贊、訂閱和分享是 大家希望大家做 最重要是節錄 節錄又差 KIMPINK說有影沒有聲音 之前有說一句不好意思 如果有一個沒有聲音的情況出現 器材可能突然出了一些問題 我其實看到咪咪一直都穿著 我剛才拍了咪咪一下 接著就有聲音 究竟咪咪為什麼會沒有聲音 我也不知道 究竟發生什麼事 我也解釋不到 真的很抱歉 一開始就跟大家說一下 現在的新聞 這個 深水埗那裡 昨天 有一宗消息 衛生防護中心說 過去一個星期錄了一宗新增的 雷鼻椎確診個案 今年在香港 累計有38宗雷鼻椎 有22宗 由8月起 從深水埗開始錄了這些 這些雷鼻椎的個案 新增的個案 那個女子是70歲 有糖尿病 住在玄州街 上個月17日 頭暈發燒 在19日 就去明愛醫院急症室求醫 接著 進了醫院後 就確診了她肺部感染 現在也是住在醫院 情況是穩定 她的痰液樣本 對雷鼻椎白黑時困有陽性反應 她的一個家人 曾經在9月的時候確診 其實雷鼻椎這種事 潛伏期可以幾個月 有可能 他們說不排除 他們較早前 共同暴露一個受污染的環境 受到感染 這個個案的流行病學調查 仍然進行中 但是大家還是要注意 那個衛生 即是 如果要碰泥土 就要戴上手套 那些 這個是 沒有辦法的 現在為什麼會變多了 我覺得香港也是因為 氣候變化 越來越熱 而且 越來越潮濕 好了 講完深水埗這件事之後 就另外一個消息想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烏克蘭 那它在歐洲幾個國家的使館 都收到這個 血腥油包 什麼叫血腥油包呢 其實呢 它們收到 就是這個油包裡面 就有 一個 就是 剪爛爛了的 動物眼睛 估計就是牛眼那些 那些 那裡面 就沒有爆炸性的物質 那 那 那 在駐匈牙里 駐荷蘭 波蘭 克羅地亞 意大利和奧地利的大使館 和 駐這個 意大利 這個 拿筆勒斯 和波蘭 克里科夫 克拉科夫 波蘭克拉科夫 和捷克布爾諾的 領事館 都收到這個 血腥油包 那 這個烏克蘭的外長呢 他就說這個呢 有理由相信是 正心策劃 針對 烏克蘭市領館的恐怖 和恐嚇活動 那烏克蘭當局呢 就不會被嚇到的 會繼續為 烏克蘭的勝利而努力 那麼 西班牙內部也都證實了 就是烏克蘭駐 這個馬德里大使館 在當地星期五的下午 就收到一個包裹 裡面有一隻被壓碎的動物眼睛 沒有爆炸物 當地警察就封鎖了大使館一帶 幾乎就呼籲外國政府 你們一定要保護烏克蘭駐外的機構 那麼西班牙多個政府部門呢 這個也是他們自己有問題的 他們收了六封有爆炸物和二言物品的可疑信件 但是為什麼會在烏克蘭的領事館 大使館會收到動物眼睛呢 這個不知道 其實要查一下 會不會有親俄的人做這些事情 這個也是有可能的 不過沒有辦法了 這些打仗旁邊都會有些小插曲 好 另外一單消息 就是廣州的疫情 其實廣州的疫情 是不是很嚴重呢 這個廣州市衛健委就通報 廣州這一輪疫情 累計 十六萬二千七百人呢 就是新冠本土的陽性感染個案 那麼無症狀感染呢 就佔了九成 重症 危重症呢 就四宗 那就沒有死亡的病例 那麼衛健委副主任張鈴呢 就在市政府新聞發布會上面說 這個說明 Omicron變異株的致病力和毒力 明顯低於之前的原始株 和關切變異株 這個既是Omicron變異株的特性 亦是與人群接種疫苗免疫水平提高 和國家採取的積極預防策略有關 那張鈴他就說 這個廣州持續落實優化防控措施 各區就按需要合理配置便文核酸採樣點 那他也說 由即日行廣州市區 各級各類醫療機構 普通門急診就診人員 憑健康碼綠碼通行 新入院的住院患者和培護人員 要憑24小時核酸陰性 證明辦理你入院 那發燒門診 盡可能做到應切盡切 應開盡開 不是切來切 是切立切 這個一定要說清楚 有些人現在 講到廣州是躺平的 其實就不是 有些地方都是一定要做核酸的 如果你說 現在為什麼會做少了 其實有些事情就沒有做核酸的限制 但是去醫院 他們仍然是要的 講到新冠 譚德塞有出來講到 他就說他們世衛估計 全球九成人口 對新冠病毒有一定的抵抗力 但是仍然都警告了一件事 就是有可能會出現 令人不安的身邊而住 譚德塞就說因為接種疫苗 或者之前幾個月 他估計全球最少九成人口 對新冠病毒有一定程度的免疫力 更加接近於可以說疫情大流行的緊急階段已經結束 但是還未到過一步 譚德塞就說各國在監察、檢測、基因測序 和疫接種方面是有差距的 持續為可能造成重大死亡的新變組出現 就創造了條件 上個周末就是世衛宣布 Omicron為需要關注的新變種病毒一周年 他席捲全球 較之前的Delta變異株明顯更具傳播性 現在就有五百多個Omicron的亞系傳播 這些都屬於高度傳播的 即使沒有之前的變異株那麼嚴重 但是他更加容易繞過增強的免疫力 疫情以各國累計報告 接近六億四千萬宗新冠個案 造成了六百六十萬人的死亡 世衛其實就認為這些數字是被嚴重低估的 並不反映真實的死亡情況 特德塞亦都說了 疫情已經爆發了三年 在擁有多種工具防止感染和拯救生命的情況下 上個周仍然錄得八千五百人死亡 這個是不能接受的 好了 另外也有消息 就是中俄舉行了總理定期會議 委員會第26次會議 他們只是用視像 胡春華參與 他就說今年來 國家主席習近平和俄羅斯總統普京多次會議 和通華 新形勢下發展中俄關係指明了方向 中方願意同共同努力 按照兩國元首達成的重要共識 落實總理定期會議成果 充分發揮會議委員會機制作用 進一步深化農業交通運輸 航空航天這些傳統領域合作 積極拓展信息技術 辦保城市建設這些新興領域合作 鞏固發展中俄貿易投資合作的很細頭 為中俄新時代全面戰略協助夥伴關係發展 作出最大貢獻 設議內申科就說 在兩國領導人戰略引領和雙方共同努力之下 俄中國領域合作呈現良好的發展態勢 俄方願意和中方共同努力 推動雙邊合作 不斷向前發展 為俄中關係發展作出新貢獻 先講一下世界盃的消息 世界盃的消息就是 世界盃之組 他們瑞士3比2擊敗塞爾維亞 小組第二名晉級 之組還有就是巴西 巴西是0比1 輸給赫麥朗 輸給赫麥朗仍然是首名出善的 因為它是得失球比較好的 數字 這個巴西是小組第一位晉級 世界盃呢 我也是再提一提大家 最好就是不要賭 你當欣賞球賽 就很多 有些人當然 一定要手行也要賭一下 沒所謂的 小賭可以移情 但是我的看法就是 盡量不要沉迷賭博 現在生意不好 有些人說生意淡薄 就不如賭博 我們就不建議做這件事 因為現在的大環境 大家都知道是不太好 莫嬌姐姐也提醒了大家 香港滿六個月可以打第五針 回應Ritter Hole 的問題 Ritter Hole 問他打第四針 已經八個月了 第五針 現在疫苗怎麼申請 如果滿六個月 其實就可以打第五針 要怎樣申請 應該不用特別申請 我的理解就是 不過 問一下醫生是否適合打 我的看法就是 因為我相信醫生會給你一個答案 我相信 那麼 世界杯就講完了 又講一講 就是 美股的情況 美股它就誘了 就是 道指就升了34點 納指就跌了20點 吉隆普爾500指數就跌了2點 那麼美國的就業數據 是比預期好 出了來 其實就是很強勁 其實就是 為什麼呢 就是那個非農業的職位 增加了26萬3千個 那麼 這個是多過市場的預期 那麼 美國那個人工仍然是有增長 那麼這個情況呢 就是估計就是 那個聯儲局那個 說放慢加息的那個步伐 那個機會就降低了 所以現在那個股市就偶了在這裡 但是美元呢 最初是升的 接著就跌了 現在 一美元就對 134.3 Yen這個水平 那麼 就是升了不少 就是那個Yen 所以 有錢賺的了 如果你在148 149的時候 買了Yen 那現在扔出去 就有少少錢賺了 那麼 好了 英鎊對美元呢 就1.229 歐元對美元呢 就升到 1.053上面 那麼 美元 它 現在 就是 我的看法呢 就是 強的大趨勢 就 還是可以維持的 但是就好看 究竟美國那個 就是加息要持續多久 那看起來 其實 美國是 我覺得呢 還是要繼續加一陣子 而且要加得很快 那麼 要那個 就業數據真的差 那麼 他們就會 就是 調回頭 這樣處理這件事 但是 你說那些就業數據 準不準確 其實有些人一直都質疑 就說那些就業數據 其實不是很準的 美國經濟都不好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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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 在美國的情況 就是人工比較好一點 那些人出事 其實 就是 下層的人 你說要找份工去打 那是不是一定找得到呢 就是 如果不介意 就是玩一下牛雜sir滑梯 那些 就是美國也有得玩牛雜sir滑梯 那些 如果你是不介意做那些 其實那些工是一定有得做的 這個世界就是這樣 就是 那些比較辛苦的工 其實一直都是缺人 就是 沒有辦法 這個世界變了 就是 疫情之後 其實有一件事 很明顯看到的變化 就是 肯去做一些很辛苦的工 又不是很多錢的工 那些 尤其是 比較烏尾的工作 給人的感覺 那些工是很難請人的 好嗎 那 那 回來了 也講一下其他消息 就是 歐盟 他們有一個訊息放了出來 他們就同意了 將進口俄羅斯海運石油的價格上限 就定了在每桶60元美金 那 那 達成這個協議 究竟之後還要做些什麼 他們還要書面程序批准 那 波蘭他們一直都說 價格上限要再低些 那 不過 討論了24小時之後 波蘭就同意了 算了 60元就60元 那 這個對俄羅斯出口石油設 這個價格上限是由G7提議的 那 它 除了防止油價急升 也要削減俄羅斯 用來支持 烏克蘭戰爭的資金 那 俄羅斯外長拉夫萊夫 拉夫萊夫之前說 對於西方設定俄國的石油價格上限 就不感到興趣 那 俄羅斯不會向支持 這個設定價格上限的國家 就供應石油 但是 我們已經知道的訊息就是怎樣 在印度 現在它入口 這個俄羅斯的石油 它是有折扣的 它這個折扣 其實就跟 就是打了折之後的俄羅斯石油 它的價錢 就 有一批 之前有一批 就更低過60元一桶這個價錢 所以 俄羅斯 其實它有沒有辦法 在高過60元美元 這個價錢 出口大量的石油呢 看起來 現在是 不一定可以的 其實嚴格來說 歐洲 理論上 現在做了這個價格上限之後 歐洲如果要買俄羅斯的石油 它們一定是 要付60元或者以下 那 最初的情況 我最初分析的情況 就是俄羅斯不賣給歐洲 對吧 那 歐洲結果 它們會做的事情是 它們都會去其他國家買石油 但是 它那60元的標準 就變成了一個指標 俄羅斯去賣給印度 印度當然表面上 它當然說 我們不支持這個價格的限額 但是 印度人呢 他去 說 俄羅斯你賣些油給我 你要多少錢 這樣 他一定會用這個60元來開價 結果就是 那 可能 你說會不會在中國那裏 可以用高一點的價錢 賣得出呢 那 我又不知道 這個 這個是有 一些可能 可能在中國 就是60元還是高一點 但是 中國都會說 如果印度拿了一個價錢 來壓價 中國 如果要買 這個俄羅斯石油 某程度上都會壓下價 除非 印度的情況 可能就是說 如果你接受 我用那個印度的Rupee 來買的 那 我就可以給你更多 但是 用美元買的話 我們就不給那麼多 可能是有這個情況 但是 就算60元美金一銅 俄羅斯都是很賺的 據估算 俄羅斯出產一桶石油的成本 現在大概是30美元左右 那 60美元他們都有賺的 那 之前去到一百多元 其實是賺爆的 其實就是 那 那 他們當然 那個成本 會比沙達阿拉伯 那個高一點 沙達阿拉伯 都是賺很多 這個石油上面 但是你說 可不可以完全取代石油 我就說不給大家聽 其實現代社會 你很難完全不用石油 因為那個石油的副產品 對於一般人的生活 都是有很大的幫助 好啦 那也多謝修圈亮你的支持 加加就說好像還低過30 這個低過30 就是沙達阿拉伯 沙達阿拉伯 那個生產 就是一桶石油的成本 是十幾美元 美金 但是俄羅斯 現在是要差不多30美元 就是 如果你說俄羅斯是低一點的話 其實 我就 其實之前看過的數據 就不是這麼說 那 那 收圈亮也都說 印度就發達 那其實 印度 他一定會借這些東西 去再壓一壓 這個 俄羅斯買的價錢 那 印度 他們的感覺 如果你再壓一壓 也不會太差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印度給人的感覺 他都很窮 印度這個國家 他有一件事 我覺得是很聰明的 就是 他把自己很不行的 那些東西 全部挖胎 給別人看 很不行的 這個國家好像很垃圾 給別人的感覺 但是你說 是不是 完全是垃圾到不得了呢 我認為 有些管治水平 有些地方 不是說全部 有些幫 他們叫做 那些管治水平 就是垃圾到不得了的 尤其是 就是萬夫莫迪的 那個北方幫 但是他有一件事 就有優勢 就是 他有一個漁民政策 就是 還有 他是特意挑動 那個 就是 印度的種族情緒 所以 他們可以 忍受一些 比較差的條件 一些搞長的時間 看上來就是這樣 說到這裡 其實都差不多了 那 休息一會 回來 我們就 說一說其他話題 休息一會 好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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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